開始 好 那我們來到第五節 也是最後一節 這節我想跟大家講講一些香港的情況 一些人口的變化之類 為什麼會想講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這個星期的散打二 其實都提及到香港的一些事情 有些網友就說 好像在幫香港奏一個哀歌哀曲 我又沒有特意想到這件事情 我只是就我的一些觀察到的事情 和一些感受分享一下 但是事實上來說 我講完之後 看了一些網友的一些 feedback 留言之後 其實我覺得 我那天講的事情是很個人感受的 但是我都想從一些數字上來 拿一些數據去瞭解一下現在香港的一些情況 所以也都找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數字 給大家瞭解一下 首先想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大家還記得 過去這兩年 其實就特別一個 拍檔Eddie都特別有提及到的 因為他現在就在外國公幹 所以其實他也有問過我 私底下問我 就說 喂 可不可以有什麼辦法 可以拿回MPF 因為他想著這次公幹 就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就 可不可以早些拿回MPF 我說 喂 起碼我所知道 這件事就沒什麼辦法了 你真的要拿到一個外國的身份 你才可以用一個永久離港的角度去申請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其實都挺多人談論的話題 當然媒體也都是 就這個離港的人的情況 都向這個政府的高官都一直有追問 當然了 政府的回應都是說 哦 這個MPF用這個永久離港的 這個理由 那個拿走的提走的金額 就一直在破頂 很多原因的 不是因為是香港人來港的 可能是有些外國的人 在香港工作 現在只是回去老家 都是一個原因來的 不是香港人走 只不過那些人是回歸自己的祖國 另外我也記得 有些是 IQ爆棚的官員 就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 大家都應該意識到 其實香港的MPF的計劃 就已經走了20年了 所以那個資金也都一直滾傳 也都越來越大 很多人經過了長時間之後 所以累積的金額都大 所以如果你看過金額的話 其實就並不顯示到那個實際情況 這樣又不可以完全說錯 老實說 不如我們分享一下一些數字 數據 大家有些少許理解 我想是 我打開大個屏幕先 OK OK 首先 剛剛開始就說MPF提走的金額 有個圖給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 OK 這個顯示就是由去年第一季 去到 因為第四季的數字是沒有的 去到去年第三季 其實就是由2020年的第一季 去到去年第三季 這七季左右 你看到其實那個趨勢都明顯地 OK 但當然了 我們港股 香港其中一個IQ最高的官員就說 這個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因為MPF都一直 那個金額都一直提高了這樣 但是提高極都沒有那麼高 老實說 那個供款金額再加上去年 港股不斷跌的話 其實整體MPF 是輕微縮了一點點水 因為那個港股跌得太厲害了 老實說 但是你看到其實整年來講 一直一直每個季度 那個提走的金額都一直上升 這個很明顯跟股市有些少少背遲的 OK 所以我想IQ爆燈王 那個reasoning好像有些少少 不是完全站著腳的那樣東西 Anyways 這個就是第一個 好了 那個就是金額MPF提走 這個我想應該是比較清晰一點 這個是population OK 就是人口那個變化 就由60年代到現在 這個表所顯示的時間 還長命過我 OK 六一年我都沒有出生 OK 那就見到 每一年香港人口那個 那個正的 就是正負增長的百分比 就是和人口的那個比例的增長 其實你看到呢 就這麼多年來講的話 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有個正增長的 就是多與少的 當然 當然香港人的出生率 持續地下跌 這個當然也都見到就是那個trend 由60年代 每一年那個人口增長 都是 就是有一個 趨降的情況 這樣 然後就是 過去20年 香港就逐步開放 香港這個 就是給 歡迎外國的人 以一個不同的理由 可能一些 優才計劃也好 這個 一家團聚也好 怎樣也好 各式各樣 所以 其實看過去 十幾二十年 每一年 香港人口那個 變化 是比較穩定的 就是 都算是穩定的 我們看到 就是 起碼沒有一個明顯的 趨降的一個趨勢 這樣 還有都幾有趣 就是 你看過去 這裡講的是 60年了 已經是 從61年到現在 60年的 記錄了 OK 如果我們記得 就是 大家還記得 八九文運的時候 其實是第一次的 一個移民潮 就算 即使是八九文運 移民潮 那一年 或者之後那一年 其實 都沒有看到一個 那個症 減少的 但是當然 那一年 是真的跌了很多的 其實那個 所以其實 都有點影響 但是就未知道 去到出現一個 就是負增長的情況 但是呢 去到 這個 這個好像是 03年 03年應該是 那時候是 SARS 我不知道是不是SARS 也有些關係 但是當年SARS應該沒有死 那麼多人 其實就沒有那麼多人 死就死幾百年 但是可能 當時香港經濟又差了 那 其實 香港人口的增長 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都是這個單程症 那 你當時 當年經濟那麼差 那 說不定有很多人 就離開香港 那 本身拿著 外國護照 可能有些又 回到那個護照的地方 那 單程症又少 所以可能當年 就會有增長 是的 但是 過去這兩年 情況就很明顯了 因為你看到 去年的時候 其實去年 那個人口的 剩的 一個 一個變更那個跌 已經是破了紀錄 去年 去年 今年 這一棍 就更加明顯了 這件事 要改口了 2020年已經是前年了 就是 2021年是舊年了 沒事沒事 是的 真的 還是那個腦筋 還沒有調整到2022 不好意思 所以 過去兩年 其實看到那個趨勢 都明顯了 OK 不知道我們這些 IQ爆棚的官員 又怎樣去解釋 這樣的變法 是不是有這麼多 就是外國的 拿外國護照人來香港 而在選擇 就是過去這兩年 就全部人都走了 這樣子 Anyway 還有這個 剛才那個就是 就是每一年 那這個呢 就再細分一點 就看回由去年 三月到現在來講的話 OK 那就在那個疫情底下 那 那 當然 是不是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 令到這麼多人走呢 就是那些人被疫 OK 那 如果是真的誇張一點 你為了 為了這個疫情 而 就是直接是離開香港 那 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就選擇 就是這個 business trip 都是這樣 但是 就是這個情況 我想 在香港來講 我的算是比較特殊一些 因為疫情就全世界都影響了 OK 但是為什麼 就是說疫情呢 那香港的疫情 都是由 三月都已經開始了 看到三月都一直都正增長 不知道七月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開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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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2020年到七月就 不知道什麼事呢 大家 就是 要回去 看看 就是 就是 所以 所以 這個 要理解一下 那當然 這個就是人 個人的決定 就是我們的官員 通常都是 他最後就是 解釋不到 就是 這個是很個人的決定 這個是 所以他都不能夠代表 就是香港人 去去負責這個問題 因為這些 很個人的選擇 這個 而香港政府其實是 就是所關注的 就是這個整體民生 怎麼樣可以 就是構建這個香港 發展一個更加完善的 美好的香港 這樣 之類之類之類的 OK 都是繼續強調 香港一片大好 形勢一片大好 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好 是 沒錯 但是呢 剛剛那些是個人決定 但是我想說一下 在公司層面 OK 那其實呢 就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不少公司 其實都先後出聲 已經是 就是說 香港特別在這個 抗疫的 就是為求清零的 一個大方向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 所實行的 很多的不同的 一些的政策 其實就真的 對那個營商來講的話 就真的 很大困難 那所以 其實這個 這只是一個 就是 一個調查 就是 就是 在香港的一些金融機構 特別是 那就是 就是 對於 一些 就是 抗疫的設施 特別是針對 就是 在那個 這個 僱員的 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 有什麼反應呢 這樣 其實你看到就是 第一 有九成的 金融機構 就覺得 香港 政府所行的 防疫措施 其實就真的 都很影響到 整體的那個 運作的 那麼 另外來講的話 也有 七成三的 就說 這些 的 措施 也都很影響 就是 他們就是 找人 請人 就是僱用的 員工 或者是 保留 就是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人 的方面呢 其實也有影響 因為呢 似乎有不少的 這些從事金融業的人士呢 都 就是選擇 可能都 就是 此地不宜久留 所以就 但是就 就是 變成一些企業就很難 留人 而 甚至乎呢 有接近一半的 金融企業呢 是在考慮著 就是 不單止留不到人 直接在考慮著 就是說 就是把部分的 搬走 那這個都 都 一個不小的數字 就是接近一半 就是 所以 那 就是 到底 所以人口變化 到底是個人決定呢 還是因為政策 令到個人 有些決定呢 那這樣 那這個真的 又是讓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 我再講 一些數字 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 那 所以有很多的企業呢 或者特別是金融 金融企業呢 就說都影響很大 那當然 香港政府 就說 那這些都是個別企業的公司 自己決定 這些行政上的事情 也都不關他的事 那我想 對個金融市場 應該也會關一些事了吧 OK 如果看回 OK 就是 IPO的 Ranking 來講的話 就是 香港其實呢 其實都在過去 一段很長時間 OK 都是長時間 如果香港呢 是在全球的 每一年 那個IPO的 那個 就是 Race的錢 來講的話呢 很多時候都是 在排第一 不是排第一 排第二 就算不是排第二 是排第三的 就是 三甲之內 基本上呢 就已經是 我想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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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差不多 永遠都是 在生物之內 那是 去年 就是 去年 對不起 我又是 忘記了 那去年呢 不好意思 真的三甲不入 這個就去到 就是 竟然是 不單止 跑輸了給 美國兩大 這個交易所 就是上海的 交易所 那個IPO 也是高過香港 那我當然 是不是因為股安是那個防疫措施 還是那些原因 可能有很多N的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這些就是一些數字上 大家都可以知道一下 但是不是應該說 香港那些中概股排隊回來香港上市 應該那個雜資額會很好 所以我們只望今年 去年算了 去年已經過去了 我們今年來說 就一定是前程次感的 那大家就可以很樂觀地 等今年這個香港股市就 OK 是不是有ID回來 Hello 不要緊 我們已經交代了你 就是工作要緊 所以就剛才就剪了一點 因為要開個會 OK 沒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第五節了 ID for the information 是的 我是在分享一些香港的一些 我想宏觀上面的數字 其實很多是一些 比較多的是商業和demographic的數字 等一下你會見到的了 剛才一邊說 就是這個 香港人口的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一直都在減少 特別是過去這兩年 就是一個 net net decrease 一個靜下跌 在人口的數字上面 來講的話 也有很多企業 就在那裡 就在那裡 訴苦 至少就訴苦 不要說訴苦 就是這個 在防疫政策底下 來講的話 就留人又難 甚至乎就主動在考慮 要搬這些人這樣 那不單是搬人 不單是搬職位 你從這個圖都見到 有些國家的公司 在香港的據點 都有減少了 這裡其實就看回 就是過去 由2003年到現在來講的話 這裡就顯示了 五個國家的公司 在香港 就是以香港做的那個 那個hub 那個總部的 的數目這樣 那麼最明顯 最明顯的下降 就是美國了 你看到那條黑色線 就是美國的公司 那麼其實就 由2012年的高位 其實都已經是輾轉回落了 都有幾十間了 如果這樣看的話 就是沒有 因為沒有正確的數字 但是就這樣挨波地看的話 那麼就另外來講的話 也都見到譬如說 這個法國和德國的 在香港的 就是以香港為總部的 地區總部的 的數字 在過去這兩年 都似乎有 有些少少輕微的下降的 反而來自英國 OK 就仍然保持著 比較穩定 甚至乎可能 比到幾年前 有些少輕微的上升 但是不要緊 就是有我們 就是祖國的企業 是非常之禁 喜歡香港 也都對香港的前景 前途 是充滿信心 所以呢 就見到 就是國內的企業 在香港 就是 成為 用這個香港做一個 地區總部的話 的數目 就大幅度上升 就是完全是可以抵消 甚至乎 所以香港 仍然是一個 非常之受歡迎的 一個營商的 一個城市 這樣 錯失的 在外國企業 就是 就是 好了 這個是商業上面的 一些行為 這樣 商業行為 的話 就怎樣影響到 一個人口上面的 一個地區呢 這樣 這個 K.O.都已經 畢業了很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 K.O.還有沒有 來不來回去 你的武校 逛逛 這樣 這個圖 都挺有趣的 就帶回香港的 沒有 武校 少了些東西 少了些東西 很多工程 那些 少了些柱 又要搬那些柱 那些 是嗎 很危險 不敢回去 我是想說 如果你們 想著有機會 回去你們 以前 讀大學的地方 你們可能要 操一操一些普通話 才好 我想現在進去 其實當口當面 是不少用普通話 交談的 我不知道 如果你的普通話 不是太過 靈光的話 其實可能是去到 跟別人回答不了 OK 因為你看到 這個表 就顯示 在過去這20年的 過程當中 來講的話 在香港的 大學 那個 就是 中國的 留學生 就是來自中國的 留學生 和非中國的 留學生 那個 變化 當然 香港仍然是一個 非常之 有優異的 教學水平的 一個 國際大都會 所以 仍然 都吸引到 不斷是有 外國的留學生 是進來香港 求學的 所以黃色條線 都是一個向上的 當然除了 之前一年 有一點 不同 但是整體 都是上升的 但是與此同時 來自國內的留學生 更加是 趨之若無 對我們香港的 專上學府的 教育 又非常 嚮往 所以其實 你看到是大幅地 拋離 我想再過兩年 那個比例 可能已經是 三倍於 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是三倍於 非中國 或者中國以外的 留學生 這樣 我想這個對於 整個 大學原地的一些 文化 語言 用來講 其實可能 都會帶來一個 幾不同的 我想可能 如果你們有機會 再回去 武校 可能飯堂 的話 可能你會發覺 多了一些 不同 國內地方的 一些地道美食 沒有 沒有餐單 麵吃的 可能吃饅頭 然後 應該都是 你熟悉一點 國內地方 沒有鯪飯 但是有些 水煮魚 有些 水煮牛肉 不是 我記得 早幾年前 有時候 曾經 大使說 習總 不知道是 微服出巡 去一些 在北京市的 一些比較地道的 餃子店 還是什麼 所以 曾幾何時 都很出名的 就是 習總的套餐 可能現在 我們 在你們的武校 也有這樣的 一個習總套餐 都不明白 但是你們可以 有機會回去 嘗試 嘗試 習總套餐 我們也有吃的 你也有支持 這樣 要表態 是不是 好了 那 剛才那個就是 一個大學的情況 這樣 我想說一下 其實我最近 都跟一些 小學 和中學的 教師和校長 都有接觸過的 因為我們公司 都是 NPF的服務提供者 我們的客戶當中 各式各樣 各行各業的人 都有的 學校都是NPF的 有的 所以我最近 其實真的 接觸過 起碼兩間 一間是小學 一間是中學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的 老師 校長 這樣 你們公司 應該都是明白的 不是 這樣說 我們 完全沒有分 我們是服務人份 那 我想說 我小時候 老師 炒股票 挺厲害的 你記得那時候還有一個 是不是 綠叔 其實有賣過廣告 那個古巴 那部 叫機 我記得 那時候 還流行叫機 它的 左邊就是一個叫機 右邊就是古巴 那個 估價機 你以前的老師 是嗎 是啊 他教科學 我說 如果兩步都震 你是會 震幅是偏向左邊還是右邊 那他就用力的方向 就跟我說 兩個力量就會有 相互 那兩邊 就是 那一個效果 就是沒有了 所以他就站直 在那裡 很厲害的 那些老師炒股票 他又有空 那 剛才就沒有 Anyway 剛才就顯示了 這個 就是香港的大學的 那個學生的一個 這個 那這個呢 就是看回香港的一些 就是中小學的 學位的 空置 就是 就是 刺了出來的 學位 那這個其實都 都幾誇張 你看回就是 其實就 當然了 你可以說是 因為香港出生率 一直偏低 那所以 就是 可能入讀 中小學的人 就其實都 減少減這樣 人口老化 各式各樣 就是什麼 什麼理由都有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 就是過去這兩年來講的話 那個空置的 增長的情況 都幾誇張 就是我都聽到 不少人 就是今時今來講的話 殺班 殺校 這些其實都已經是 就是 但是以前 殺班殺校 就是因為 就是教育局 因為這些學校 可能不達標 就是因為 現在是因為不夠學生 就是 可能兩位 就是 Eddie還沒結婚 Kale的小朋友 都還很小 還沒知道 但是 早前的時候 我 都有一些 認識的朋友 熱論紛紛 是什麼呢 就是貴為香港其中一間名校 中的名校 OK 就是聖波 Covic OK 就是這個 都是 我不知道 現在 但是在好一段時間 都是一等一學苦 這樣 竟然是招生 哇 以前 你如果要排隊 排到 人龍是比你 排隊 打疫苗 但是現在 招生 這件事 你們愛股的主席 都是獨奸的 真的 真的 聞所未聞 我只可以講一下 真的 真的 Kale 感覺到 你 幫小朋友 報學校 有沒有感覺 是容易入了 還是怎樣 入的時候 還是爭得很厲害 就是 報銀幼幼稚園 明幼 那些都是爭得很厲害 但是 聽說 你真正知道 就是你反而拆班 是很容易 是呀 我也聽說 是 那兩個校長都跟我說 其實 你與其 K1的時候 爭崩頭 你不如 K2的時候 如果你想轉到一些名幼的 就試一下K2才插進去 可能會更容易 唉 你真的說得沒錯 所以其實現在 他們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你說 做得我們的客人 都是名校 其實不是的 這兩間其實都不是算 什麼 至少 以我認知 不算是什麼特別名校 所以其實他們都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他們應該是面對三個問題 應該是說 第一 有一些 學生 就真的整家人移民 就 離開了 第二 就是 正如剛才所說 現在的人發覺 原來拆班 是容易一些的 所以呢 因為他們還沒有去到一棟一棟學府 所以呢 有部分的學生 或者家長 一年就走了 沒錯 沒錯 他就是寧願去試一下 去一些名校插班 所以呢 也都看到 兩個情況出現 學生流失的情況 而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是那些老師都離開 啊 老師才走得厲害 是的 所以面對就是 這個學生和老師都 出現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 流失的情況 那這個都真是 幾頭痕的一個 一個發展 這個一個 老師為什麼要走呢 老師教一下學生愛國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應該是 而中學走老師的 情況呢 其實是嚴重過在小學的 我不知道 勞工服務那間 那間 學校是小學還是中學 就是一間小學 那間中學 我問回那些朋友 他就說 中學的情況是 嚴重過 流失率是高過小學的 整體 都 給到我的訊息 都是的 尤其是好像是 中學方面那個 壓力是比較 更加大 就是 確認各樣的壓力 我沒有特別指 有壓力 會有 教一下國安法 教一下六四 沒有死過人 應該都是 輕而易舉的事 應該不應該走 你只要是 一個 掩著良心 就沒有問題 不要這麼說 很多人是 真心地教的 我相信很多人是真心地教的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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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超市了 你不早點跟我說 給我一分鐘 好快就展示兩張圖 因為很多人走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個中原的數據 現在放盤的數字 嘩 一路上升 從這個 2020年 OK 放盤 情況 以前 每個都是 色樓如金 現在 那個放盤量 就開始 增加了 不過 這個 那個樓價暫時 都還是 比較穩的 OK 起碼就 就是放盤量增加 還沒去到這個 就是叫做 拋售的 不問價拋售的情況 所以那個樓價 都仍然 維持著一個 比較高的水平 那 這個 那當然 就是國內 大把有錢人 排著隊 下來香港 就是在香港生活 就是求學 定居 發展事業 各式各樣 這件事 那我想 再次 我只是提供一些數據 那 剛才所說的 就是加插一些 就是個人看法的話 大家可以不用管的 OK 純粹從這個數據上面 自己判斷 好不好 時間 我知道 但是那個 我們 報告 是股市 和那個 會市 你有沒有報告 會市 會市 其實會市 剛才 在那個股市 大概都說了 就是因為 你美金轉強 所以其實你從那個 那個股市的 本地貨幣 和美金 至算 那個大概都 你看到就是 那個分別就是 就是那個 貨幣和美金的差別 這個是 好 那下個禮拜 可能講完少少樓市 因為樓市 都是一個 在香港裡面 就是一個 重要的 就是 都講完這部分 開始可以 就是 下次 這樣的情況 K.O.有機會要 休息了 下星期 再更新 好的 好的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大家馬上